我的独生奔怀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 优优独生 天台式教义现在是讲藏教的第二名行位 说明藏教的根性修行的人的结位 那么这里有三项根性 就是生文 彼自佛 菩萨 现在是先讲这个生文的结位 生文位中有凡有圣 有凡到圣 科判上次各位都超过了 可以照这个科判去对照一下 现在是讲这个生文位的凡位 就是生文的还在凡夫刚刚发行 修学的时候的结位 那么这个凡位有外凡有内凡 现在是刚刚开始讲外凡位 外凡位就是三质量 第一就是五庭星 第二别项链 第三总项链 现在是刚刚开始讲五庭星位 就是生文一开始修学佛法呀 就是从五庭星下手 五庭星 各位看着这个证文 就在第十五页 第十五页 从后边算来的第二行 那么五庭星 第一就是多谈众生 不敬惯 这个上次讲过了 第二多称众生慈悲惯 上次讲了一部分 那么就是会发脾气 动称恨心 大致有三种 第一就是灰里称 不讲道理 想要发脾气就发脾气的 灰里称 第二是顺里称 那是有理可讲 你不去骂他 他不会反手 你骂了他了 当然他要反手骂你 那么这是顺里称 第三是争论称 这三种称众生 如果以大圣佛法来说 就是修三元词来对峙 修众生元词 对峙非礼称 修法元词 对峙顺礼称 修无缘大词 对峙论称 上次就讲到这里 那么这个慈悲观的用意啊 就是对一些众生发慈悲心 平等爱护 就是要对众生啊 不要有愿与亲的分别 那么所谓有七种行词啊 我们每一个人所对的境界 所对的其他的人的反境当中啊 总不说有七种人 就是亲有三种 严家有三种 不是亲戚也不是严家 这个叫做中人啊 后面起来就是七种了 亲有三种啊 就是上亲 父母思长 这是上亲 中亲 兄弟姐妹 下亲 就是朋友 知识 相认识的人 朋友知识 这是亲的三种 严家的三种呢 害我的下亲的 那是下愿 害我中亲的是中愿 害我上亲的 那是上愿 都是伤害到我的亲族的 那都是冤家 那么亲有三种 愿有三种 非亲非愿一种 就是也不是亲族 也不是冤家 就是所谓路人了 你走路的时候碰到的 那些路人 与我们没有亲没有愿 那就是中等的 中间的人 那么后面起来就是七种人 对这七种人 都要平等 修行慈悲心 那么上中下三亲 要修慈悲 这个是容易做到的 那么这里最主要的 就是要学习啊 从对这个冤家 修慈悲心 先从这个下愿修其 那么到中愿 上愿 统统都以慈悲心 爱护他 那么尚且要以慈悲 来爱护他 使他得到安乐 那么当然就不会伤害他了 所以对这个七周行慈 与众三三种乐 那么如果是按照这个大批波三论 以三禅乐是最上的 给他四次供养 四次用具满足 比如说衣服饮食 握去汤药 这些都给他满足 让他有的受用 这是中等的安乐 给他有个 心能够定下来 好像是给他 修行的人 有给他一个修行的地方 那么平常人 给他有个安心的地方 这个叫做下平的安乐 如果以大成佛法来讲 度他成佛 这是最上的安乐 让他修学菩萨道 成就菩萨 这是中等的安乐 让他升天 这是下等的安乐 总之 辞者难与乐 上前要给中山安乐 怎么能够伤害他 使他苦恼呢 所以就不会发起脾气来了 这是对治成佛性的办法 那么以前讲的 尤波色戒经里面的 忍入波罗蜜 那是很好的对治方法 现在是 不管他是不是生文 我们现在 不管你修的什么法门 大圣小圣都好 只是您在对治称恨心啊 能够用得上 能够把这个称恨心对治下去 就行了 那么如果这些通读 通读法门都不行的话 那你不妨修大圣佛法 比如常念恭敬观世音 这个都可以的 普门评里面所说的 如果是多称恨的人 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 就能消除这个称恨心 用意是一样的 主要啊 就是能够把这个称恨心对治下去 目的就达到了 那么这个可以参考其他的各种资料 来做帮助 那么这里是说 多称众生 慈悲观 当然也要修忍入 那么菩萨道 注重在修忍入 有修忍入啊 才能成就这个慈悲 不过这个六度在后文讲 这里现在站在这个声文的结尾上啊 注重讲 要他学习这个慈悲 那么三原词当中在声文呢 只是修众生原词 众生原词 法原词 无原词 都是大乘佛法的 大乘佛法才有 那么在这个声文里面 只是说修众生原词 就是看你下愿如下青 中愿如中青 上愿如上青 这样子慈悲心来爱护众生 就不会动成恨心 那么这是简单说 多称众生 慈悲观 第三 多善众生 素系观 善是善乱了 用功修行的时候 容易生起两种毛病 一种就是散乱心 打妄想 吊局 散动 心里 那么散乱心很重啊 想东想西 好像这个十五个水桶 在水井里打水啊 七上八下 那么想东想西 进不下来 这是散乱心 不是散乱就是分成 坐下来就想睡觉 说睡觉不好听嘛 就是入定 一坐下来 那你们在做工的时候 没事啊 我精神蛮好的 谈话的时候 哇啦哇啦 一直在谈话 精神很好 一坐下来听经啊 你就入定了 讲的人没有入定啊 听的人入定 这就是分成 现在这里是对质散乱心 因为这个散乱心 比分成还要难对质 分成只是浮屠而已了 散乱心啊 这个心的妄念动起来 有的时候 由此会造大欧业的 问题叫比较严重 所以这里要先说 对质散乱心 所以多散重散 塑习惯 假如散乱心特别重的人 要修塑习惯 关于这个修塑习惯啊 可以等到后边讲 二十五方便的时候讲 这里简单说明 那么就是用 符习 算这个符习啊 来对质散乱心 我们 只有活着在世间 任何人都有符习的 除掉你得到第四禅的禅定 否则的话 任何人都有符习 脊子有风了 符习 那么你要对质这个 散乱心啊 就是修这个塑习惯 算这个符习 算这个符习 塑出就不塑入 塑入就不塑出 就是说 你这个符习啊 算符出去的 进来就不要算 算进来的 那就出就不算 就是例如说 符出去 心里末算一 第二个符习算二 一直到算十 一到十 不能多 不能多 超过十以上啊 那用心太过 要出毛命 所以这个塑习惯 只是从一塑到十 从一塑到十 那么对这个 怎么样子 调息的方法 这等到后边讲 二十五方便的时候讲 因为这个教理讲完了 到了原教讲完之后啊 有讲这个修法 修法里面讲修止观呢 开头就是二十五方便 二十五方便里面 要学习打坐修止观 要调身 调息 调心 到那个地方啊 才说明这个调息的方法 这里只是说 如果你要对治散乱心 您就要先修这个塑习惯 在欧汉里面呢 说这个不尽管跟塑习惯了 叫做二干入门 二干入门 不尽管 这个塑习惯 修学佛法的 入门的下手功夫 第一步 从这个地方下手 我们中国佛教 差不多都把 把这一套摆在旁边了 不大去看它 如果不去研究教理的话 这些都不会用心去学习的 甚至有人学佛一辈子啊 除掉念阿弥陀佛之外 这些都不知道 什么叫做塑西观 什么叫做不尽管 莫名其妙 这就是对教理没有功夫 没有下功夫的 这个错误 所以往往有人呢 喜欢说念佛就行了 就往生了 那么这些都是多疑的了 那么浪费精神了 不如念佛啊 这个不对 因为你教理不懂 佛也未必能够念得好 教理懂了 对念佛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必定要研究教理 教理不懂不行的 那么因此之故啊 那对于这个不尽管 那塑西观对于这个 就是要修念佛法门的人 都有很大的帮助 念佛也可以塑西念佛呀 随心念佛 塑西念佛都可以的 念佛也得修不尽管了 假如你不知道这个身体是不尽的 你不修不尽管 你对这个世间就放不下 爱不重不生缩坡呀 念不依不生极乐 念不切不生极乐 你要深进度佛国 那必定要心地清静 要把这个五十五十的 这个不尽的境界 把它丢掉放下 那么你不修不尽管 你怎么知道 这个这个世界的肮脏情况呢 所以修不尽管修术习惯 对念佛法门都有帮助的 所以这些教理呀不能不懂 不懂你佛也未必念得好 懂了你的佛念得更好 那么王三的评位更高 并不是说修止冠的人才要学习这些 那么就是修任何法门呢 都应当从这个地方下功夫的 那么关于这个多善众三肃习惯 就是直说 简单说明这个肃习 那么在经里面叫做 就是肃习 把这个复习 从一速到十 速出就不速入 速入不速出 不能双速 就是一个复习速一次 也不要这个混乱 如果是专速入 就是专速入 不要有的时候速出 有的时候速入 容易把这个数目字乱了 心也是定不下来 它主要的用意是要使心定下来 使这个散乱心定下来 不是在数目字上 不是要这个数目字 借这个数目字啊 来定这个心 使心定下来 这个情况就好像 我们如果是在开会的时候 很多人还没开会之前 大家坐在会场里 就在讲话 哇啦哇啦 一直在讲话 大家正在讲话 进不下来的时候 必定要有一个人说 不要讲话 必定要有这句话出来 不要讲话 这句话也是话呀 可是没有这一句话呀 其他的讲话就 停不下来 假如正在要开会之前 大家都在讲话 没有一个人站起来说 不要讲话 那么大家就是一直 哇啦哇啦讲下去 那你的会也开不成了 这必定有一个人站起来说 不要讲话 或者是开会要开词了 不能讲话 他们才能静下来 但是这句话也是话呀 没有这句话 前面的那些讲话就静不下来 那数息也是心里的一种想念呢 但是你不能不数 不数那个妄想进不下来 散乱心进不下来 为了要止心那个散乱心 只好用数目字来代替 那么这就是散乱中山 数习惯 简单说 因为后边还有专说的地方 这里就简约 因为这里如果要把它说清楚 必定要连在前面的调身 还有连在他后边的调心 调心 这调心是中间 调身调细调心 这个同时连带关系的 因此这里只是简单说明 散乱众生 就是修术习惯 这是第三 五天星的第三 第四 愚痴众生因缘惯 这个愚痴啊 并不是白痴 也不是浮里浮途 这个愚痴就是无名 就是无名 就是迷痴 颠倒 不明是离 不无因果 最主要的 这个语语词啊 就是包含 执着有我 就是我之 由此因其直断直长 就是这个前面的这个 古历史里面的身见边见 直断直长 或者是执着有实在的一个体 我这个身体是实在的 那么这都是颠倒迷惑 有这些颠倒迷惑很严重的 叫他修十二因缘灌 灌十二因缘 就是无名缘行 行缘事 事缘明色 明色缘六入 六入缘处 处缘寿 寿缘爱 爱缘取 取缘有 由缘生 生缘老死 由悲苦恼 这个叫做流转门的十二因缘 知道这个众生龙回生死 就是由这十二因缘来的 这个叫做 灌这个三世 十二因缘 那么然后修法灭门 这个后边在彼自佛那一章里有讲 这里也是可以列掉 那么但是按照这个大几经说呀 这个十二因缘不但是约三世论 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论 例如说过去二之因 无名行 过去二之因 是 明色 六入 处 受 这个叫做现在五之果 现在式的五之果 过去因 成就现在式的果 爱 取 由 是现在三之因 生 劳死 是未来二之果 这个叫做三世十二因缘 正文里面后边讲到彼自佛 有三世十二因缘 现在暂时不必解释 大几经里面不但是讲三世十二因缘 另外还有二世十二因缘 就是月十二因缘的名乡啊 只月现在式讲 不 不讲这个过去式 单月现在式讲 这是月我们心里动妄念 动的妄念 来说明的 例如说 一个人 来出事投胎 比我们生来做一个人啊 来出事做人的时候 投胎的时候是一个颠倒 我们的中间生 看到自己的父母 在交后的时候 生起这个正爱之心 男的中阴生 爱这个母 女的中阴生 爱这个父 所以当时生起这个正爱啊 由此一念的颠倒 把这个父母灌作 这个正爱的境界 由此一念颠倒 那就是无名 生起爱灼心 那就是醒了 这个时候就投胎了 就是 是 一旦投到母胎里面就有名色了 名啊 就是心 那个时候心还不起作用 有名而已啦 色就是父亲母靴 奉合起来 将来组织成为这个身体的胎儿 那是名色 在母胎里面 六根 具备 等到六根都有了 颜耳鼻色生意 都有了 那个叫做六肉 出胎以后 第一次接触的境界开始 那就是出 能接触外境呢 那么出胎以后 十月 白胎满了 出胎以后 生下来以后了 那么就会接触外境 受到外境的苦 乐 不苦不乐的境界 那么由此慢慢长大了 就会生爱 那么爱就取 取就有 那么由此就成就将来来生的 受生的结果 乃至老死 那么生老死还是未来二之国 把前面十之通通看出 现在十之因 那就是二是十二因缘 详细在大吉经里面 有详细说明 另外还有一种啊 一念十二的因缘 一念十二的因缘 这个一念呢 不是指这个短暂的一念 这使这个心理啊 烦恼中之身体现行 烦恼中之身体现行之后 造了一种罪业 从动念到业造成 这个叫做一念 我们举个例子说 比如做这个偷盗的事情 看到某人的财富 看到他的财富 生起贪心 那个贪心从哪里来 就是无名 因为你无所明了啊 不明事理啊 不知道英国呀 或者是不相信英国呀 那么认为 现拿现好 现吃现好 那么那种的观念 就是想办法要去偷人家东西 动的念头就是无名 想办法计划 那就是行 行就是造作嘛 想办法计划 就是用什么方法来偷人家的 把这个东西偷回来 而这个真的计划 用心分别的时候呢 就是 那么这个既然要计划了 要去偷人家的东西 必定要身心同时做到 心在计划 身体 手 脚 在动 想办法 走路去拿 用手去拿 这就是溜肉 那么去造业的时候 例如说偷人家东西 手 出到这个东西 接触到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我想要啊 我偷 那么手接触到 那就是出 拿过来 我要成为我的 那就是受 那你毕竟有爱这个东西 你才去贪啊 不爱你怎么贪呢 所以这个时候 你喜欢的你已经得到手里了 那就是爱与取 爱 取了 同时就取来 所以这个受 爱 取 处 受 爱 取 都是连续的 共一个时间 共一个时间 连续 这个时间 把这个东西取过来 取过来成为我的了 有了 有 到了这个有啊 业造成了 业就造成了 你偷人家东西 这个东东西已经到了我的口袋里 到我的手里 成为我的了 无论你有没有 拿到家里去 已经过手成为你的 那就是油 那就是油 业已经造成了 就是油 油了将来要受报 生老实 就将来受报 那么 生 就是你这个偷人家东西的信念了 念念 相续不断 那就生 等到这个东西偷到了 达成目的了 这个念断了 就是老实 老实 就是这个 偷人家东西 这一念完成了 断了 就是这个东西偷过来了 已经成为我的了 那就是 老实 这是一念 十二因缘 我就这样简单说了 听起来 不太好懂 不容易懂 这个要用心啊 慢慢细细去观察 把那个十二因缘啊 那些明相 细细观察 懂了之后啊 才能体会这个道理 现在这里是看着 助到 修行的帮助 如果这个 执着 我之很严重 身体断肠二剑 那么就修这个 十二因缘罐来对峙 假如没有这个问题的话 就不必了 那么这是一种助到 那么后边 彼自佛是正修 这个正做不同 这是第四 于是众生因缘罐 第五 多障众生念福罐 障 修行的障碍 修行的障碍 人很奇怪哦 不学佛 不修行没事 举例说 有人啊 他不学佛 不修行 身体很健康 呃 样样顺利 一学佛 一修行 来了 什么问题都来了 身体也不健康了 做事也不如意了 呃 做生意也了钱了 呃 第一种 正在用功修行的时候 分层暗色障 多分层啦 有刚才说的 前面是讲对峙散乱 这里顺便就说这个对峙 分层 一坐下来就想睡觉 呃 经常有人这样问我 很奇怪 我在修行的时候啊 一坐下来就想睡觉 呃 我赌金啊 边赌边睡 呃 有人功夫很深 呃 呃 因为刚爬起来啊 这个精神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 还在想睡觉 那个时候我小三名小孩子啊 喜欢睡 呃 但师父叫起来不参加找课不行 上早店找课呀 站在哪里 变变哈拉叹拉托拉耶 我还是在睡 还睡 呃 得会扰佛了 我会跟住扰呃 跟住扰啊 眼睛还是在睡 睡 我曾有一次啊 呃 忘掉转弯了 忘掉转弯了 碰壁了 呃 对着那个墙被撞下 撞下 碰一声啊 大家望我看 呃 为什么呢 我睡着了 呃 边扰佛还可以边睡一样 这就分尘暗色障 这就是分尘 呃 他不但是坐住分尘 只要你在修行的时候 站住也在分尘 那么不但是站住分尘 边走路也可以分尘 这就是分尘暗色障 那么这种分尘呢 那是属于五级 非善非恶 五级性 但是如果让他这样长期下去的话 浪费时间 很可惜 有对质 那么这个念佛 并不是我们现在平常讲的念 阿弥陀佛了 这个念佛呀 是灌佛 那个念是灌 灌佛的三十二相 如果这个分尘很重的话 灌佛的三十二相 从头顶上灌齐 灌那个无剑顶像 肉具像 呃 百豪像 一直灌到脚底的千佛伦像 哦 灌佛的这个三十二相清清楚楚分明 就能对峙分尘 啊 这是分尘太重的人 可以灌这个三十二相 不过这个 说是容易啊 宿实难 为什么 佛的三十二相啊 我们根本就没看过 没看过 既然没有看过 要一直把它想出来 也有困难 有困难 我觉得如果你真是分尘太重的话 不如去洗冷水